西班牙国家法庭的法官拉梅拉 康免拉姆勒 周四下令 拘捕前加泰隆尼亚首长普吉德蒙 Costeep DeMont的副手 Orio John Cuirous等前发明前该自治区部长 这些人并且因涉嫌分裂国家 叛乱和不当使用公共基金而遭到调查 另外一名在独立公投前辞职的前官员 则得以5万欧元交报 或是遭拘捕官员的律师表示将上诉 并形容法官命令不公正 不符合比例原则 以及预示立场 这些面临拘捕的加泰隆尼亚官员 周四早上已经出席国家法院 John Cuirous在律师的陪同下第一个抵达 但拒绝回答蜂拥而上的记者的问题 拉梅拉也发文传唤普吉德蒙等 本次名其政府团队成员在周四和周五到国家法庭作证 但检方表示普吉德蒙虽已是遭传唤 但仍决定不复法院作证 他们在西班牙检察官决定起诉后 就已经离开西班牙前往布鲁塞尔 普吉德蒙已经要求以视讯在不泄露他个人所在位置的情况下作证 西班牙检方已经要求协助逮捕普吉德蒙和这四名官员 普吉德蒙的比利时律师Paul Decayte 宣称西班牙已经对周五人发布了逮捕令 但西班牙司法界的消息来源否认这个消息 对于西班牙政府这些拘捕行动 西班牙人权 团体和政治界都齐声谴责 忠实电子报